位于南投市大碑龙兴大桥 是联络南投与中辽两地的重要桥梁 因为桥林老旧 地方屡屡陈情改善 通行断面狭窄 汇车困难 日前终于举行改建洞土典礼 由县长黎明珍主持 议员张维华 曾正言 张家哲都到场管理 场面简单隆重 龙兴桥在我第一年当议员的时候就争取了 那我们联署40到50个人的联署 来到我们这个县政府来称勤 在四年前称勤的过程中 也是非常不容易 然后终于在第四年 在我第二任当任议员的时候 这一次中午有开幕一室 大笔狭窟的百姓 非常期待我们龙兴桥能够拓宽 从我们现在的这个三米多 四米到现在未来的十米到十二米 能够带来我们百姓方便 龙兴大桥已经有40年的桥林 多年来 乡亲的旗带改建终于动土 县议员张家哲 肯定县府及各界的极力争取 终于实现桥梁改建加毁地方 今天是那个龙兴大桥的动土典礼 那龙兴大桥 它横跨了这个张平溪 其实是一个连接南投市跟中寮乡 很重要的一个桥 那今天很高兴透过我们南投县政府 极力的这个促成之后 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些乡亲 然后一起来努力 让这样子一个重要的公共建设 在今天终于动土开工 龙兴桥是在凌阳港担任省主席时 新建至今改建工程总经费约2300万元 县议员曾正言肯定改建后的桥梁 对地方更加安全与舒适 龙兴大桥因为桥梁老旧危险 经过乡亲屡屡陈情 在县府及议员及各界努力争取下 之前终于举行改建动土典礼 实现了乡亲的期待 不仅提升行车安全 也让农产运输更加便捷 记者王雪仙南投采访报道